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男朋友认识两年 他恋爱一年 我觉得在交往前后 他的变化真的很大 我为了他真的放弃了很多 放弃了我个人的时间和空间 放弃了我的事业 他总是说受到我的一些牵绊 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 有些事情真的不想再忍了 今天我就要在这里把它宣泄出来 我觉得合则剧不合就散 谁也不要去耽误谁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王先生20岁来自黑龙江 自由职业有请小王 刘女士20岁来自黑龙江学生 来有请小刘 欢迎两位啊 自由职业是咋个自由法啊 就是什么活都干 今天干那个面干那个 学什么的呀孩子 学兽医的 哎呀你这个专业好啊 怎么认识的 我俩是 就是我室友是他妹妹 就认识了 谈了多久了 谈了一年多了 好 谈了504天了 这是第六个小时 呀 第六个小时你都记得 那多少秒呢 你看一下 我们那儿有表 那不记得了 哎呀你男朋友很浪漫啊 今天来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 就是 506天第16个小时啊 来 他身上好多吸引我的点 现在都没有了 变了 然后让我现在挺失望的 我俩刚出去一下的时候 就是他脾气特别好 然后人也挺憨厚的 然后我俩吵不起来家 就我俩生气 他哄哄我就好了 然后他说他就是 受不了女生哭 但是现在就是 我哭半个小时 他理都不会理 以前嘛就是哭吧 他哭就是 我一看掉碗泪 我就给他抹了 抱抱他就好了 那后来他就以这个 就是拿这个当瘾子 就我一哭你就哄我 是不是 那我就哭 我啥事我都哭 我一哭反正你就哄我 这事就拉倒了 就不管是我错了 还是他错了 就他哭就好了 最后就是不讲理了 就是随便他就哭了 我怎么不讲理了 就是以前我会离家出走 就是他出去找我 但是现在我就是 再离家出走的话 一两个点就不会出去找我 还得我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不接 没信不回 就是我告诉你 我藏起来了 你找不着我 我怎么说呢 我说你在哪呢 我快求求你告诉我吧 怎么都不告诉我 好几回了 后来我就实在也受不了了 你不就不让我找了你吗 那我就不找了 我就自己藏去吧 反正到最后就回来了 还有一次主持人 就是我不离家出走了 他离家出走 半夜两三点钟 就是就出去了 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假 那大半夜吵架 你说是不是 他一吵架 肯定要离家出走 我就猜着了 我说大半夜呢 他离家出走 你说也不太好 但是我还不好意思 就不让他走 所以我走 我先走 我就提出来了 我先走 我说您各家呆着不 你不想看着我吗 不想要各家呆着吗 那我就走 我拿着手机拿出现器 我就走 我去走 他在家里还安全 对吧 各家是安全的 聪明 我怎么打电话 让他回来都不回来 然后最后我就说 我说你不回来 那我就出去找你 反正半夜两三点了 我说你要是放心我的话 我就出去 那他回来了吗 就我真出去了 他才回来的呀 怎么呢 就是你看平时 我找他那么容易 他第二个就不知道 他反正藏哪儿了 他挺开心 他不知道我能找得那么辛苦 这回我让他藏着 什么滋味 那你不害怕他出事小弟 但是他一说他出来了 我就有点那啥了 我立马就回家了 还有就是主持人 他最开始吸引我的点 就是他特别有上进心 然后以前会就是用客鱼时间 挣那个零花钱用兼职 但是现在他已经不上学了 那每天就是 只有我父母给我生活费 养两个人肯定养不了了 那你就得出去去上班 或者怎么样 但是现在就是特别懒 每天睡十多个小时 为啥睡这么长时间 就是之前我做了一个兼职 就是送外卖 冬天下大雪 就是晚上给的稍微多一些 我就下午四五点钟 我就出门了 然后干十多个小时 早上吃完早餐才回家 那后来养成习惯了 就是晚上特别精神 白天特别困 他现在就是不干活 然后有的时候睡觉会耽误 比如说第二天 已经联系好的去干什么活 睡觉错过了 就是每天就是这么能睡 然后就是以前会 就是给我做饭 然后分工明确 就是他做饭 我洗碗 但是现在就是连饭都不做 让我订外卖 我天天变着花给他做 因为我家就是做厨师行业的 就是变着花给他做 天天给他换 一个礼拜不太重样了 那后来那家常饭吃你了 那今天订个粉 明天订个烫的 我说那你就自己订吧 以后我也不给你做了 就是那种感觉吧 就是辛辛苦苦 买菜洗菜给做完了 人家不爱吃 那种感觉 就不爱给他做了 然后以前做家务 他那不是做家务 他那好像是洗衣房 就两天一手洗 四天一机洗 那床单被罩 一礼拜一换 我都换不过来了 爱干净咋了 爱干净毛病啊 那你说家里边 三套被罩来回换 就今天那么早 就是外边那个栏杆 始终就是放着床单被罩 我就受不了了 我说你要洗你就洗吧 我不给你洗了 还有就是他特别愿意打游戏 现在就是每天 玩游戏七八个小时 然后白天睡觉 我现在玩不了了吗 电脑都摔了 玩不了了 电脑谁给摔的 他摔的 那我为啥给摔呀 我都跟你说了 我说十分钟就完事 那些打了排位赛 特别特别紧张 我说队友需要我 我说十分钟 我十分钟我马上回来 他不听 怎么接着都不听 就把电源拔了 然后电源拔了就玩不了了 我就给厂上了 他又给拔了 我又给厂上了 他就吃了吃了就给撇了 那你不把化妆品都给我扔了吗 他一撇出去 我就我也来气了 然后就把那几个化妆品全撇 那撇的都是便宜的 贵的我也不舍得撇 那你也不能撇我化妆品呢 那反正也是花钱买 反正就是我俩在一起吧 就怎么说呢 就是我是他的初恋 他之前没交往我 然后我算有过的经历 就两个人在一起吧 就是比较难 就是什么事都得交 就是事发生了 他才知道 就是谈恋爱 原来是这样怎么样 就特别难 而且就是他特别黏人 就是可能也是我魅力隔着 也有可能是别的原因 然后吧 你啥魅力也都 那黏人杂志也是是不是 没有魅力 那黏什么人呢 两天见不着就得视频 要不就过来找我 要不就让我去找他 完了 你为什么干兼职 就是因为这一点 我就是大学 就是刚上完学 要实习的时候 我要去找我朋友 我那个朋友在北京 就是做一些销售营销的 就是一个也不少证 比从外卖强多了反正 让我去帮他 然后我就想去嘛 他就不让我去 说那你去了不就 异地恋了嘛 就接受不了 就特别黏爱 就不让我走 我为啥不让他走呢 是因为我就还有 今年就马上就完事了 我觉得我想跟他一起走 两个人在一起 这叫毕业了姑娘 对 两个人 咱用规范用语 毕业了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一定要一起去北京嘛 两个人什么事 都应该在一起啊 而且你说一个女生 怎么能不懂浪漫呢 我俩刚在一起三个月的时候吧 第99天 就是算个小纪念日嘛 然后我就 就给他个惊喜嘛 心思啊 就是我说 我说你一会下课了 我说你先回家吃饭 我一会再回来 就是让他以为家里没人 然后我就给家里边摆着玫瑰花 摆着蜡烛 抱着娃娃 完了兜里边拿着项链等他 他一进门 你搁家呀 他吃饭去吗 我说你这些东西你看不着吗 我说 我说这花好几天给他准备的 你说我给别人摆的时候 之前给别的女生摆的时候 前女友啊 就是摆的时候 就哭都不行了 摆过哈 摆过哈 然后 然后吧 就他 他看着我的时候 就个没事似的 就感觉挺正常似的 而且我感觉他没触过这些 你关键 你那上面写了两个字 复制 你知道吗 所以他不会感动 然后套路啊 怎么能 因为我看别人就是 男朋友给自己女朋友 准备点什么浪漫惊喜啥的 都准备 我觉得挺正常的 完了吧 我就行的就是可能是刚认识 女朋友放不开 完了我就等情人节那天 完了他说 他就没到情人节的时候 就还有几天的时候 他说你给我买啥了 情人节那天你送什么呀 我说这是礼物 我就是惊喜 我说到那天才能知道 他就不要 他就想拿我手机看 看买的啥 我不喜欢那个 你退退了吧 你买别的买那个 怎么就感觉就是 而且一到什么节都是 就是提前看 提前问 买的是啥 钱已经花了 那肯定得买点 我需要东西啊 实在实在 就是一个女生 她不懂浪漫 你说 那样 你懂就行了 那你懂的那个浪漫 人家不觉得是浪漫啊 这是最要命的呀 只是她说 她说我不懂浪漫 她打我 她就对了 她打我 不是 是打着玩还是真打 真打了 你说我这么大体格 我真打 她得啥样啊 那我俩就是有一回吧 就是也是干活干到早上 我刚回家 敲门来回家 躺下了 完了我刚睡不到一小时 好像刚睡着 她说你起来给我订饭 我饿了 早上大早上呢 我没大早上就继续睡了 完了又过一会儿 眼神没睡醒呢 特别困 她说周五了 我吃午饭 快点给我订 然后她我就不起嘛 她就急眼了 就挠我 又掐我 就特别特别严重 但是我一直没还过手 就之前打我 怎么那么还过手 但那天就是不知道怎么 也是睡懵了 然后就是这么 就是回身给她一下 就挡了一下嘛 她一直怎么挡 我就挡了一下 就打出头了 以为我打她 当时就是哭了 她天天就知道睡觉 你不知道她已经干了 一夜的活了 就是就不乐意了 那她打我也不对啊 然后我哄好几天 一礼拜才好 男生打女生 其实不对 但是也不是故意的 就哄嘛 就哄礼拜才好 对啊那你说 你让人说出去 男生打女生 车是多没面子 就没面子这事 我俩就吵了我就回 我们之前送外卖 不都骑电瓶车 电池没电了 就回家了 然后就是我说 攒短钱 咱俩买个摩托车 摩托车这样子 就不用担心里程的问题了 然后买完摩托车吧 刚买完也挺贵 我挺爱惜 然后我接她回来 路上就下雨了 地上又泥 可能就是给她衣服 崩了 崩了还不乐意了 就下车了跟我喊 我为啥不乐意啊 那时间天天下雨 然后我每一次出去 就是换一套衣服 就给我蹦了 然后那天我买了一个新裙的 又给我蹦上了 然后我就来伙了 把她那个灯给踹了 把我大灯踹 所以那摩托车大灯 左右两边一样一个 那缺一个跟缺门牙似的 多蹦啊 那我哥们那我摩托车 天天打了我辣时间 比你辣时间都长了 那不是因为她我能蹦吗 就是因为她 那你不能踹着大灯啊 那我想走着走 我没啥不让我走着走啊 后来我就不想做 我俩就因为这事 反正是吵了半天 我就让她上车她就不上 她说以后也不做了 我说那以后你就别做 我俩就吵了半天 还有一回就是 我俩在火车上 大概是五个小时路程 然后刚上车的时候 她一看我手机 看着不知道看着啥了 就跟我喊起来了 整个火车的人都愁不俩 昨天她跟我说 是她跟她妈给她的这钱 结果我那天一玩上手机 发现她管她前女儿借钱 借钱干嘛 借钱我俩花 就是也不是说那啥 就是因为月末了嘛 男同学都月末了都没了 然后就只能管女生借了 那你说就只想着她 我也没找到去救 我也没找到干嘛 就管借钱 第二天就还人家了 就一句话就是在吗 就借我多少钱 然后就还没有 一句话多话没有 那你管谁借 就是不能管前女儿借呀 然后我就到那个 就还可以借是吧 行 您接着说 我就到那个列车 列车就是那个西岩那块 就冲了四个多小时间 就下车了她来过来找我 然后就还有一回 她我有走了两个多二十道 就是走道走了二十多公里 她就以为我失踪了 就那天怎么了 就干完活吧 手机就没有电了 剩百分之十 然后我就不舍得打车嘛 一看那个约车价格是五十多 那天反正是挣了 挣了不到一百多块钱 那你说打车五十 就把一半钱干你去了 我当然不舍得了 我就坐公交 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块吧 有个桥 例如我们学校是四五公里 然后吧 我就看公交站 上面有那个桥的地方 我就上车了 等下车才知道 就是那个桥的起点 不是终点 就还有二十公里路 然后我还背着书包 然后拿着东西 就没办法 手机没电 也没有现金 就只能走 就没想到 后来走了两三个点 就省着四五十块钱 就走二十多里路 走两三个点 她不挣钱嘛 就不知道钱有多珍贵 那你说一天刚挣一百多 八五十块钱 你又打车了 你说我干啥去的 是干活去的还是玩去的 听来听去是 你决定分手是吧 我觉得她变了挺多的 行 分了吧 就抢扭的话不舔 人家姑娘 是不想要的了吧 就这么一个家伙 不上进 睡懒觉 动手推你 没一点好 你哭她都不搭理你 你说这种男人还要她干嘛 最关键最可恶的 是她问她的前女友 借钱跟你一起花 对吧 还有可恶的是 她把她跟她前女友的仪式 摆出来给你用 你没感动她还生气了 她说前女友哭得稀里哗啦 你居然没哭 这种男人不能要 知道吗 因为我俩是 不是 你做了一个特别对的选择 你不要就对了呀 对吧 我俩是初恋吗 不是 那你今天来干嘛呀 说了半天 还想让她好 合计说了半天不是要分的 是还想好是吧 就是她不改的话 我就找分 就是你得给我变回以前那样 你要变不回来 我就不要你了 是这意思吗 小胖能变回来吗 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哎呀 左岩老师啊 姑娘你这个一哭二闹三出走的 确实是有点吓人 我跟你说 你如果说她变了 我觉得是正常的 因为我也是这样变的 我儿子今年两岁半 刚开始哭的时候 啊 宝贝 你不要哭了 妈妈在这里 后来哭 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哭好 哭好他自己就回来找我了 因为你很多时候 都是没有道理的哭 遇见什么事都哭 两岁半的孩子 我们可以说他不懂事 他不能跟我交流 不能表达他的心理诉求 咱都这么大的人了 有什么问题不可以说呢 隔谁谁也会变 所以这个男生有的时候 他是无所适从的 他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和处理 第二个问题 对方自称是一个极其浪漫的人 对数字异常的敏感 谈恋爱当中的女生 要适度配合 她做饭 人家那忙一礼拜 都不重样的给你做菜 我们能说的是什么 真好吃 你只要给她适度的赞美 她下次还会做 她会给你做一年 给你做一辈子 咱不做 咱不挑 这是我给到你将来婚姻当中的智慧 男生赶紧去给我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能吃得了苦的人 大冬天的送外卖一送送一宿 但是你需要一个明确的目标和规划 让你在更好的更正确的道路上 继续往前走 然后我觉得你们两个其实是爱对方的 所以调整彼此的状态 珍惜未来的生活 祝你们幸福 哎呀 谢谢左老师 他教姑娘那种拆着明白装骨头 是吧 得装 得配合 你也配合一下 不是 我倒建议姑娘啊 千万别听左老师 左老师这一套 我听起来像是在大学里教那些学生表演 但恰恰我觉得你们不应该这样 为什么女生一定要出走 才能逼得你认错 为什么最终你找到了应对的方案 你先走 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人 她为什么向你认错 是因为不想让你流泪 但是到后面她发现这是什么呀 你那是一种武器 是一种样子 是一个工具 就是为了让你说对不起 好 后面你可能也会说对不起 但一定是委心 你摆了那么多花 至少也是苦心吧 但是她视而不见 她没有理解到你对她的好 你这么沟通 你们两个沟通是有问题的 以至于你走了二十 是二十公里是吧 走二十公里 为什么她不能理解 二十公里 对你来说那是半天的付出啊 你不想因为省个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去节省这个钱 她不懂你啊 而且她不能理解说你之前养成的那些习惯 是因为你之前工作导致的 你所有的辛苦她领会不到 所以说你们真的需要真心的去交流 若在真情之后再有佐老师的表演技巧 那你们的日子过得很浪漫 你们俩的意思就是后面来王老师可以不用说了是吧 好 来 夏大老师 夏大老师 左老师不许动我啊 我直接怼你来 你有什么要说的 等我说完你再对了 左老师说的都对 但是 但是 对 有但是啊 有一点特别纠结的是 就是你怎么能站在台上说出那个 我前女友敢动得稀里哗啦 你怎么不动于衷 哎 这话你怎么想呢 就是 就是 相差特别大嘛 两个人 哎 我要是你女朋友 你居然在摆完这些看到我的反应之后 还会再想到你的前女友 你是不想活了吗 这是后来才说的 当时不能说呀 对啊 但是你当时心里想没想 你失没失望 失望了吧 你想都不让人想 你太暴君了 所以 你们那都管上了思想了 你的这些套路 用在每一个女生身上 都是一个表面的功夫 表面的一个文章 你感动的是你自己 你明白吗 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 你不能用一种套路 来对付所有的女朋友 多点套路在 不是 那还得像左老师学 不是 我觉得是真心 你要用她觉得 舒服的方式 和你了解到 懂得她的那种方式 去对待她 那才叫真心付出 你不能自我感动 她就是一个大大咧咧 不懂的浪漫 没有情绪的一个女生 不是说所有的女生 都浪漫的 你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 就这些形式的东西 没有意义 你一上来说什么 500 504天 什么6个小时 我就觉得 就是特别的假 就可能是我个人观点啊 我个人观点 但是我很欣赏你的用心 你对待每一段感情的用心 这一点很好 不是 那到底人家是真心 还是假 你说得清楚一点 用心是可以的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觉得我是套路 好吗 梁文老师在说我是套路 没说你套路 真心是真心 我觉得它是真心 它需要配合 所以我觉得 那为什么要配合 爱情当中 当然要配合 爱情当中就是真心 加上技巧 如果只有真心 没有技巧 没有配合 没有尊重 没有磨合的话 爱情是没有办法 继续向前的 好 可是她是不是应该了解到 她真实的性格 她本身的性格 如果一直靠配合 一直靠演技 我们需要配合和演技 可是能配合到什么程度 演技演到什么时候 我跟你讲 所以她要知道 她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打断一句啊 你们俩这是图什么呀 对吧 你们俩说的没毛对啊 不是 她们先攻击的我 没攻击你 她们说我套路 听明白了 没说套路 她们在做技巧上的沟通 但我觉得爱情就是真心 加上 你们觉得这期节目不够热闹 要不然为什么 我没有将爱情保鲜剂呢 对吧 好好好 接着来 来 最后一点了 马上说完了 所以我觉得懂对方最重要 看到真实的对方也很重要 谢谢 好 谢谢夏天佛老师 来 附老师 记忆是建立在道的基础上 技巧要有 但只是点缀 你不能从头至尾都是技巧 最终会前驴技穷的嘛 在刚才所说到的那一幕 重复对前女友的行为来对待她 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一次 给她的这个惊喜没用吗 你知道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她无动于衷吗 因为她套路用的太多了 因为你从认识她开始到现在 你一直在用技巧 那请 开开心心地去感受对方 在这段爱里的付出 适度地配合也好 不配合也好 就看你们自己了 重要的是问自己一句 我还喜欢她吗 我愿意为她做一些事情吗 发自内心的 好吗 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 其实吧 这么长时间 就在一起发生了就挺多事的 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我都让着你 因为我觉得 我要是一个男生 不让着你的话 你肯定会觉得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呀什么的 所以说 遇到事的时候我就离不开你 所以说才会哄你 去照顾你什么的 就是因为离不开你 但是有时候 真是逼到份上的时候吧 我也控制不住自己 但是我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了 我觉得咱俩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就是 就感情其实也不是不好 就是我可能真是 对你要求有点多了 而且我任性 我想 我想让你 就是像以前那样对我 然后我也会改一改 就是不会那么任性了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谢谢你们的分享 谢谢 来 请关门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对恋人 自己的选择结果 请开门 欢迎来到伊北诗爱情保卫站 有请今天的嘉宾 有请 两位来我们这想解决什么问题 还有病 你还有病啊 就因为我打破了一扯水 是怎么跟我闹 没完没了的 你说的呀 我负责貌美如花 但你却打碎了这瓶水 拜托讲讲道理好不好 我怎么说讲道理 我每天这么辛苦的挣钱 就因为一瓶水 要跟我分手 你知道这瓶水 是纸水啊 啊 酥水防御抗圈抗面 我全看到这瓶一杯 石纯鸡水了 那还是让我们的老师看看 如何解开门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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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 带弟弟从这走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伊贝斯提供的 深海纯净水嫩保湿套盒 24小时保湿 实时透水嫩 来 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光 各位请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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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季的基本情况 我觉得他现在身上的坏毛病越来越多 对我也越来越不上心 以前每逢几假日都会给我准备一些礼物 现在对于这种事他从来都不上心 我现在主要是工作越来越忙 那些日子我都快记不住了 我觉得我现在主要还是工作重要 那些日子过不过其实无所谓 他现在总是忙着应酬 从来没有时间陪我和孩子 家里的事从来都是我一个人操持 他现在一点都不关心我 我现在进程都是为了这个家 想让他和儿子的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我也希望他能理解我 最主要是他现在的毛病都影响到孩子了 我觉得这对于孩子的教育特别不好 儿子的教育我一直都是以身作则的 我是关心儿子的 我也不知道我哪方面出了问题 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 孙先生43岁来自长春个体 有请孙先生有请 张女士44岁来自长春个体 有请张女士有请 欢迎老妹 主持人好 您今天算是被拉来的是吧 是 有人要控诉您是吧 对 说我不顾家 我认为我顾家 我就觉得他现在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因为他现在他就是个工作狂 他就是要么就出去应酬 要么就出去工作 就是对我和孩子就是很少管很少问 那以前呢 像我们刚结婚的时候 条件也不是很好 您哪年结的婚 我都结婚17年了 你看17年前的事你也说 你看看 因为啥 因为那点我们条件不好的时候 你看他就是 我过生日啊 情人节什么的 他那个时候都给我买礼物 然后都能给我带来一些惊喜什么的 就是从最近这些年吧 他工作也忙了 您做什么工作呀 广告方面的业务 应酬多 对 广告现在也不太好做 你现在不就因为现在不好做呢 所以说你就是陪家庭少了一点 所以您就不愿意了 对 他这陪家少到什么程度啊 你就像是我过生日了 或者是什么情人节什么的 都不给我送礼物了 什么惊喜都没有了 咋不给呢 那我认为就是像以前的话行 以前的话都有时间呢 大家 现在我工作这么忙 我总认为我先把事业为主 我现在我就是过年过节 我都恨不得去加班多挣了几倍工资 你说我还 我就觉得那个现在不太重要了 我先把事业发展为主 我把钱挣回来 这不挺好的了吗 要么你就别答应我 答应我了你就办到我 要不然你说这边答应着我了 那边办不到了 你说我都把我杀出去了 啥事儿他答应你 您没办到啊 就是那年我过生日吗 又生日啊 生日怎么了 他都好多年 他都不过我过生日了 然后我们同学其实 同学朋友什么的私下里就说 说这张立腾两口子 是不是弄啥别扭了 你看每年过生日 人家都在朋友圈嘛 就我啥也没有 啥也不帅 其实吧 就今年就说过生日的时候吧 他都提前他都跟我说 他都答应我了 然后又有好多年 这不都没过了吗 李不丁他一答应我 说今年我就陪你过个生日 一高兴 就把这话就发出去了 我说今年我老公 也要陪我过生日 我们同学 跟我说一天过生日 然后人家那个朋友圈 晒的那个老公 也发的666大红包 然后那么大一束 那个玫瑰花 然后整个那个一天 也就是那个行程安排 都安排得可好了 那我就觉得 他这个同学 他就是富二代 你就是送到玫瑰花也好 发的666也好 你发的666都是个人的钱 我出去挣着钱 我拿回来不挺好的吗 我问问 您这钱都上交吗 我一分钱都不留 那他确实没法送玫瑰花 和666的红包 全都交给您了 我不是羡慕说人家 你看人家老公给发弄大红包 这个又鲜花什么的 我不羡慕那个 我就是希望说的 在我过生这天 说你既然答应我了 你就在那天 我不希望你送我什么东西 就是你回来 你陪我吃个饭 他想送也没的钱送 我不需要他送 因为那天 吃个饭 回来没 我没回来 那天我正陪客户 那我不能说陪客户 我说李老板 今天我媳妇过生日 我今天我陪我媳妇过生日 咱们生意哪天再谈 那我工作干不干了 那你看你别答应我 那不都是事处有因 碰着的了吗 你说 我赶在那了 我有啥办法 然后你说 那你给我打个电话 是不是也行 然后这不说他回来吗 陪我过生日吗 我行的咱就在家吃吧 也节省点 咱们过日子嘛 然后我就做了一大桌子 都是他喜欢吃的菜 然后我就行的 等他下班回来之后 能陪我做这块吃口饭 然后我也想发张照片 然后晒晒朋友圈 让人说一下 说你看这两口多幸福 整整地 让人祝福我一下 满足一下我 结果到时候 他就没有弄回事了 你知道吗 我一打电话 他就说 我忙 我没时间 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我就觉得 那些什么过生日 过年过节的 其实现在不太重要 我还是以事业为尊 我把钱挣回来了 我啥都有了 他不理解你是吧 对 心里有委屈吗 你有委屈 那我现在就是说 我每天我拼命 为了这个家 为了这个努力 我工作为了啥 我不就是为了 咱们生活更好一点吗 你说我现在 我就是没照顾你 没照顾孩子 我牺牲了这个时间 我去陪客户了 我陪客户为了啥 不就为了多挣点钱吗 往里你现在 你都一点都不懂我 下班之后 他们领导家在南边住 然后我们家在北边住 这不是一南一北吗 这是相当的不顺路了 然后他就跟领导说 说那个顺着什么 正好我孙怒上那边办事去 他非说孙怒上那边办事去 然后把他送过去了 我为了跟领导走近 我说我送送领导 这没毛病吗 我跟领导走近了 以后我的工作我也好做 送过去说这行 说是咱们为了 跟领导搞好关系 他们同志家装修 人家过得装修中 各种工作 人都够全了 这一天把他忙的 从早忙到晚 就在人家盯着 那你说咱们家装修 我咋就没看着 我都没看着他出那么大的力 那你说那老张他家 人家装修 我刚入职 老张非常非常帮助我 手把手交 我业务根本我就不懂 人家现在人有事 虽然说他家住了 雇了那个装修队 但是他装修队根本就是 他有些事 他不能干得做得那么全面 所以说我就到现场 到他家帮他几天 这也没毛病 这也就算咱们回报一下子 这吧 其实他不理解我 他还做了什么 让您特委屈的事 在那撇嘴 那年我就是头晕了 迷惑了 但是吧 因为我比较皮实 也没心得说 他说是不是有病了 咋的呢 迷迷糊糊的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 哎呀 不得劲儿迷惑 我说你陪我上医院看看去吧 他说那我没有时间 你自己去吧 然后我去了 到医院 然后那个大夫说 那你这 你这高烧都39多多了 说你咋不来呢 说你要是再晚来两天的话 你这不都得烧出肺炎吗 然后我说 那我说我也给他打电话 打电话也不接 打电话也不接 说自己在医院本来挂点滴 挂了嗓 等到啥时候了 你说他来了 这边都 马上就打完了 他来了 给我当时我气的 我就心想 那你说你 我都打完了 你说你来干啥来了 你说你是来给我爸真来了吗 那我当时 我不正陪你 你说吧 我陪客户吃饭 你说我有啥办法呀 每一次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都那么说 你要么可以陪客户呢 要么就陪哥们喝酒呢 反正你总有事 你就是我 就是说 你说我迷迷糊糊糊的 我要出息了 我自己上医院了 你说我半道 我摔的那咯 卡的那咯 你是不是行的 我过去了 你就省心了 那我现在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我为了啥 我就是不就是 为了咱们生活 更好一点吗 你现在家庭和事业 你只能选择一样 都不能兼得呀 我好奇地问问 像生病这种事多吗 但是不会太多 但是他就是从来 但每次都比较伤人是吧 就是心里面 你觉得他不舒服 为什么我需要你的时候 对 你这个男人不在 是这个意思吗 他不在 你看很多事情 一出现的时候 我儿子就比如说 上开家长会 他也不去 然后其实说好了 就是他去的 然后 那天我就赶到 那儿子我也没着了 我现在一个家长会 我缺席 我也缺席吧 我还 那工业没法打电话 通知他们 其实那天我记着呢 其实我儿子 现在就是觉得 这些事好像也觉得 好像很正常 我就是希望他吧 能把那个应酬 减少一些 是不是 他现在应酬的平率 大概是什么样 我正常来说吧 我晚上有时候回家的 回家我把工作 我也拿到家里边做 这么多挣点钱嘛 有时候单位领导了 说你陪客户吃点饭去 我听您的意思 好像您这一周七天 天天都不老家是吧 但是就是绝大多数 是在外边 想回家吗 当然想回家了 想回家就挤不出时间吗 那你说现在没有办法 你现在就是说 其实他跟我的压力 都可大了 就逼着我都 现在都 有点喘不上气了 但是有时候 您还有什么喘不上来气的呀 他一面让我说是 照顾家庭 照顾孩子 让我一直陪他 那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呀 你说今天朋友来了 我能不去陪吗 不去陪他说 你现在你挣着钱了 找你出去吃个饭 还不用你花钱 你都不说了 我是不是得出去 领导说了 那个有笔生意 你去谈 你把谈完了 是不是得跟客户吃饭 有时候他这些事 他都不理解 有时候我就说 晚上跟朋友出去一趟嘛 就是为了缓解一些压力 哦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为了解压出去的 也不完全是因为工作 是吧 对 你得把这分开说呀 是吧 因为我现在 我就主要是 我还是想把重心 放在工作上 他就说是 让我始终 让我就是在家 照顾照顾他 照顾照顾他 但是我有时候吧 我也想抽出这些时间 照顾他 但是我确实是没有时间 害怕稍微停一下 就被别人甩开了 跟不上 是这意思吗 对吧 因为本身就是文化水平 咱们没有那么高 现在就是高材生 编利都是 你稍微 你就不努力一点 你就是出局了 在你们当地 你们也算混得 不容易的 这么一拨人之一 是吧 算混出来了 是吧 现在来说还行吧 还行 他出息吗 在你眼里 就觉得你老公有出息吗 我觉得还行 那就是有出息 这个把太多的时间 给了所谓的工作 应酬 而忽视了你跟你儿子 对 所以你觉得 这日子过得有点憋屈 对 但是你要真说他吧 你又不能说人家什么 是不是意思 说多了 觉得像你矫情一样 对 人家在外面 没干什么事 就是一心一顾家 钱都交给你了 你还挑人什么呢 对 就感觉我还挺矫情的 对 但是不说心里又不舒服 确实面对困难的是你自己 对 是吧 确实面对困难是他自己 别扭着呢 这边也别扭对吧 我们大胆 也没什么花花心思 钱都上交了 人到中年都难哪 各位老师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罗言老师 其实二位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就是现在很具有代表性的婚姻状况 一种无奈的婚姻 那我想问一下这位先生 你在外面赚钱也好 你成功也好 你为了什么呢 我就为了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呗 好的 你们的日子过得更好了吗 那我现在 过得更好的代表就是 你的太太 你的孩子感受到了更多的幸福 快乐和开心 他们有吗 那你挣钱的意义在哪里呢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努力奋斗是不对的 但是我们总要因为什么 才去做这件事情 你所有的压力 来自于你的工作 而你减压的方式 来自于和朋友们的交流 家在哪 作为一个男人 赚钱养家 天经地义 这是你的责任 陪伴照顾妻儿 天经地义 同样是你的责任 我们再来说一下女士 我刚刚讲 她减压的方式 是和朋友们出去吃饭喝酒 为什么不是回家 她刚刚一直在讲 你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所以她缓解的方式 不是回家 像我们不管在外面 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我的家 那里是避风的港湾 我睡一觉 甚至我自己在家里 把自己喝大了 我哭一顿 可能这事就过去了 但是她不是 我希望两位都彼此调整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泽妍老师 来 曲总 你坦白地说 你想不想回这个家 其实想回这个家 其实想回 但什么阻挡了你回家 一定不是业务 我手上客户一定比你多 其实这个业务是一方面 业务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 他老唠叨我 比如说今天我没有事了 我回家 我回家其实我没有鼻带 我就刷出朋友圈了 看看新闻了 在电视上下一个象棋了 他总是反对 他说你帮我干个这个 帮我干个那个 反正我就觉得 这种我就 那我就出去 你需要自己的一定的空间 对不对 如果说我回家 需要自己的空间 因为外面压力大 我想自己休息一下 你要跟他提出来 明白吗 因为从始至终 你的理由都是 我很忙 我为了这个家 我在工作 但恰恰不是 我们都知道 外头工作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是比做家务 看孩子 开家长会 辅导孩子 学习来得更加清俗 因为在工作当中 你是可以得到 自我成就的体现 对不对 但是你恰恰忽略了 他的感受 他正在承担这些 他不应该承担 或者说不应该他自己承担的这些事情 你逃避责任 是你的问题 对不对 不要找那些牵强的借口 我手里的客户比你多 我的工作内容比你多 但是我基本上 一周五天至少一定是在家里 所以说认清自己的责任 不要找一个借口 就把自己的应该承担责任 都推给对方 对对方是不公平的 明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剧总 来 张大老师 有很多的男人 以挣钱养家为借口 逃避所有的家庭责任 因为他认为他的责任 只要负责挣钱养家 我把钱甩回家就好了 那要家是干嘛的呀 如果真的妻子一个人 可以洗衣做饭带娃 所有的事情 全一个人可以全做的话 那结婚的意义何在呢 最可怕的婚姻呢 是什么 不是说没有人陪伴 而是明明有一个人 在你眼前 他却对你的喜怒哀乐 无动于衷 所以他现在正在经历 这样可怕的事情 可想而知 他内心是多么恐慌 这个家有你没你是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不是说事业和家庭 要让这个事业和家庭去平衡 这个东西很难平衡 做不到平衡 但是 我们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让身边人感到幸福和快乐 别钱挣到了 人没了 家没了 所以其实很多都是借口 因为呀 在家很累 在外面多轻松啊 吃饭 喝酒 聊天 谁不愿意干呢 我们在外面工作的人都懂 真正能够回到家 他是陪老婆陪孩子 那才是你应该做的 谢谢 好 谢谢夏娜老师 陪老师 我猜男嘉宾心里一定在想 这三个人站着说话不要他 那我觉得反正 是不是 我觉得是 是就说是嘛 他心里是这么想的 你们都是成功人士 你们都高学历 你们不知道我们这种 低学历人的苦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懈怠 工作机会就没了 是吧 对 但我们也是从没钱的时候开始的 我的学历就不高 我大专学历 为什么条件差的时候 想挣钱 条件好了却不快乐 很简单嘛 穷的时候 条件不好的时候 吃完泡面 两个人都高兴 后来条件好了 为什么反倒不高兴呢 因为人从生理需求 变成了有一些精神追求嘛 需要关怀 需要陪伴 人是需求不断增长的嘛 事实上 你的老婆是想要过生日 要你的礼物和蛋糕吗 不是嘛 她需要你惦记着这个日子 事实上 她需要你去做家务吗 不是嘛 就身边有个人嘛 说说话嘛 事实上 她需要你去照顾孩子 泡奶粉换尿布嘛 不是嘛 她只需要你陪孩子玩玩 就是哪怕是 这个需求降低到了 你只要装模作样 当个老公就成 你这都做不到嘛 那你说你挣钱 有什么意义呢 很多男人还说 女人矫情 没钱让我挣钱 现在我天天挣钱 要我回家 但事实上 你不懂女人心里想什么 她要的是用心的陪伴嘛 你说她想不想回家 事实上她是想回家的 她想回家干什么呢 她想回家当大爷吧 她想回家舒坦 我在外面拼死拼活 回来那家就是我的VIP休息室 那谁不需要放松吗 谁不是工作上一摊事 家里一摊事吗 结婚本来就没什么好日子过 想要在无奈当中过出精彩 那就是要两个人拧成一股神 那你偏偏好将觉得 我工作我很了不起 我在家里就可以这么大爷 我问你你上不上班吗 上班 你也上班嘛 你可能真的比他少一点嘛 对 但是谁不是两头顾吗 是工作机会来之不易 我们应该争取 但你扪心自问 你有多少时间是浪费在外面 有多少时间是可以合理利用的 你自己扪心自问嘛 他要是一天到晚掉这个脸子 他一天到晚在家里跟你闹 你说你挣的那些钱 是给家里添堵呢 还是给家里增添幸福 明白吗 所以咱们差不多就行了 别搅心 好不好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陀老师 记住 要对老婆好一点 如果你做不到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那就告诉他 我不再爱你了 我给不了你这个职责 我宁可放你自由 让你快乐 我自己也去快乐 也不守这么一个东西 这叫自欺欺人 害人害己 好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 抖音真情60秒 经过我俩这一次谈话 我们已经好长时间 没有这么时间谈话了 但是我确实对家庭 就是对老婆 确实亏欠了很多 但是我现在呢 由于一些工作吧 现在我实在有点 调整 现在还调整不过来 我需要一点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确实 其实咱俩就是这样 说得 在一块这么好好聊天 真的都是 好久好久没有这样聊了 我其实我就是需要 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账户呢 并不是说像人家说的 真像眼界说的 所说是发什么大红包 什么玫瑰花 我并不需要这样的 因为咱们之前 就住那个九乒乓的小房子的时候 咱们一样很幸福 我就是希望我的丈夫可以 抽出时间来 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 陪陪我 陪陪我日子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在接下来的环节中 我们解答一下 抖音APP上的朋友们 分享的情感故事和问题 接下来进入 抖音爱情小课堂 相爱容易相处难 相处容易相信难 在情感中多疑并不是个别女人的问题 而是多数女人的天性 更何况这一切都是基于内心的在乎 女人问什么你就答什么 她想看什么你就给她看 千万别因为害怕女人的多疑 而刻意的隐瞒 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 爱情保卫战和我都在抖音开通了账号 大家赶紧去下载抖音短视频APP 来关注我们 还有更多的爱情告白的精彩视频 可以观看 下面我来看看这对夫妻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有网友提问说 我跟老公结婚十年了 老是吵架 就是婆媳矛盾 他妈妈花钱 大手大脚习惯了 老是问我们要钱 我就有时候不肯 老公呢就跟我吵架 每次只要他妈妈说什么事 他立马附和他 妈妈的妈宝男 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妈宝型的这样的丈夫呢 一时半会儿想要 让他改变 不太可能 所以呢 你要主动出击 首先呢 要给家庭设立一个家庭基金 哪部分钱是用于干什么呢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底线 最后其实是想 跟你先生说一句话 如果你选择一个妻子结婚 那你首先 就是一个丈夫的角色 其次才是一个儿子的角色 因为结婚就意味着 已经独立成长 自己成立一个家庭了 不是吗 祝你幸福 让我们再一次 用热烈的掌声 谢谢四位老师 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谢谢他们 真的感谢以上机构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现场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们的 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